俄乌开战后 乌克兰及俄罗斯在土耳其其中调解之下 展开第一次面对面的外长会谈 乌克兰外长库雷巴表示 乌克兰希望能在马利波开辟人道走廊 以及停火24小时 但两人并未达成协议 库雷巴指责拉夫罗夫在会议上老调重弹 也无意停火就是想要乌克兰投降 但他也强调乌克兰不会投降 拉夫罗夫则批评乌克兰为了会谈而会谈 并强调俄罗斯一开始其实无意攻击乌克兰 另外他也透露普丁并不反对与泽伦斯基会面 拉夫罗夫也提到马利波的富佑医院 其实早就被乌克兰军方占据 先前传出有妇女小孩身亡 根本是假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怒斥俄罗斯对乌克兰秘密研发化学武器的指控 根本是颠倒是非 更表示俄罗斯过去就经常使用这种手法 开战至今超过两个星期 已经有超过230万人逃离家园 为了稳定明星 泽伦斯基表示 已经开始制定特别国家计划 在乌克兰胜利之后 会以快速高品质的方式重建受创的城市 记者料完语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秘技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将严选大干贝 珍珠包还有石斑鱼菲利来入酱 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扫描QR Code 或是直接到快点购的网站购买的话 记得要输入CTI567 第一支辣西的推荐代码